四个男病人的下体无缘无故出现损伤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呢? 星期四晚在青山医院的智障精神科男病房里面 有医护人员为病人进行护理程序的时候 就发现四个成年男病人的下体都出现了轻微的损伤 怀疑他们曾经被人袭击 医院进行初步调查 发现其中一个临床需要着上肢体药束带的男病人 曾经自己除了药束带 阮方正是调查这个男病人和四个伤者受伤是否有关 案件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四对跟进